賴戶內豬島原本工業鼎盛 但隨著產業凋零而逐漸的沒落 近年來有一群人反轉了這裡 成為國際知名的藝術景點 本來木氣沈沈的小島群 也有了重生的契機 賴戶內海跳島型 接著要帶您到植島 感受它被稱為 藝術植島的魅力所在 杜倫依靠上宮埔港 最醒目搶眼的 就是長在港邊的大南瓜 這件地標性的藝術品 是大名鼎鼎的日本藝術家 草菅民生 特地為植島所創作 彷彿是植島守門員 才向每個旅人說哈嘍 歡迎來到藝術植島 哇 依靠港來到了植島 迎接我們就是草菅民生的 紅南瓜 也讓植島這邊 更增添了一絲藝術的氛圍 賴戶內海地區 這幾年就是日本國內 旅遊的熱門景點 也吸引了好多 國際的遊客前來造訪 最大的原因就是 從2010年開始 每三年舉辦一次的 賴戶內國際藝術節 也成為了許多 藝術愛好者的朝聖景點 而其中植島是 藝術氣息最為濃厚的 因為在這裡有很多的美術館群 而且在植島這邊 也被知名的旅遊雜誌 英國的Traveler雜誌 評威是世界上最值得照訪的 七大文化名勝之一 現在是世界級的文化名勝 但30年前很少人能把 賴戶內海豬島 跟藝術兩個字連在一起 直到1992年 日本服務基金會展開了 貝勒森藝術廠指導計畫 在包含指導在內的三個島嶼上 舉辦藝術活動 一直持續到現在 從融合現代藝術和建築基地 以自然和地方文化為背景 逐步發展成了世界關注的 藝術島嶼 2010年催生賴戶內 國際藝術節 每三年舉辦一次 遊客能在保留 由日本旧石面貌的街區 和原始風景中 欣賞藝術獲得獨特的體驗 希望大家感受美好的人生和生活 貝勒森藝術廠邀請建築大師 安藤忠雄 透過低調的清水墨空間 結合指導自然環境 戶外的混凝土牆 將賴乎內海環抱成胸衣天地 寧靜的氛圍再融入現代藝術 讓自然 藝術和建築共存 今天我們在進入口 我們不是在進入口 我們在進入70m的 遠處進入 我們在進入美術館 我們要先進入 我們要看這個藝術館 和安藤忠雄的思想 都建立在建築中 藝術館 一望進入口 建築大師 美术馆展出除了绘画 雕塑 照片 装置等收藏品 还有艺术家们亲自挑选地点所发挥出来的作品 像是这件无题 就是意大利艺术家在指导住了两个星期 从寿司卷 日本画卦卷而得到的灵感 在当地居民的协助下 搜集了许多家庭不再食用的物品 茶壶 杯子和服 衣服 包装布 在一起卷包起来 佛尊物品主人的生活记忆 也让废弃物有了新的生命价值 这是一种包装的作品 您看来这里有空间的空间 这是从今天到来 钢的重力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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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在这种意义 在这种意义 这种意义的时间 或是在动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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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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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户内海旁 也出现在各种IG打卡照当中 1994年诞生至今 是全世界最知名的南瓜 见证指导 一步步迈向艺术之岛 曾经被台风大浪冲到海里 也让指导再度成为 全世界星系悬念的焦点 改变来看 自然和中间的 蚂蚂蚂蚂 非常有趣的 感觉到艺术活动的印象 非常有趣的 室内室外 每个角落都有惊奇 而贝勒生之家 也号称是离美术馆 最近的饭店 贝勒生之家 这边是饭店结合美术馆 所以可以来去美术馆 住上一个晚上 像是我这一栋 后面这个白色的房子 二楼的地方 就是饭店的房间 有人建在高台上面 一眼望出去 就是绝美的蚂蚂内海美景 加上这里的建筑物 是安藤忠雄大师所打造的 所以全世界的安藤迷 都一定要每一年来这边 住上一个晚上 房间非常的抢手 要抢要快 室内的每个窗景 也都是浑然天成的艺术品 饭店房间内还展示了 艺术家的素描绘画 艺术气息无所不在 安藤忠雄少数的饭店作品 每年吸引来自全球的安藤迷 提早大约半年预定 来感染体验大师的谬斯 大家有这种感觉 可以让大家看到 而安藤忠雄设计的 除了贝勒生之家 还有这个极为低调的地方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里 可以看到的是清水魔建筑的设计 看起来灰色调非常的低调 也很特别 但是其实它可是一座美术馆 但似乎也低调不起来 因为它可是收藏了世界级的名画 地中美术馆顾名思义 建筑物本体几乎都隐藏在地下 就是为了不破坏 直到的地上景观 以谦逊的姿态和大自然完美结合 安藤忠雄精心安排空间布局 让时间和季节透过光线 成为了出演的主角之一 厚重的清水魔自成方寸 光和风可以从中流动穿越 与世隔绝又生机无限 走在极简的几何线条里 内心也仿佛在明暗交错中简单沉淀 也难怪建筑本身就被称为是 传说中的美术馆 从没有人工光照射的通道 一路向前再走进纯白的墨内画室 迎面而来的震撼和感动 真的非得亲身经历 才能百分百体会 原来在地中美术馆这里展出的 就是世界级大师墨内的睡帘真鸡 就在地中美术馆这里展出 第一次看到真鸡 而且是世界级的大师的画作 我觉得好感动 而且仔细这样看非常的震撼 言语还蛮难形容的 一定要亲自来这边看看才知道 而且看这个睡帘的画作 包含了像是庭片造景 还有睡帘的一花一草 都是墨内他笔下之景 我觉得非常的厉害 而且仔细观察 在地中美术馆这边 因为是由大师安藤忠雄 打造了建筑 所以这个展局 是没有任何的人工光线 在打光照亮这个画作的 通通都是自然的光线流泄下来 透过建筑的结构 让自然光流泄 而且因为一天有日夜的变化 四季也有不同的光影展现 我很期待不同的时间来看 这个墨内的生机 会有怎么样不同的风貌 地中美术馆收藏了三大艺术家的伟大作品 其中最大咖的就是印象主义大师 墨内的睡帘系列画作 法国画家墨内擅长以点擦技法 表现光与影 画作没有明确的阴影和轮廓线 因此被称为是印象派之父 常在不同的时间和光线 将同一景象描绘成多幅作品 最知名的就是睡帘系列 色彩交错之下 光波凌凌 狂野绽放 都跃然于画布之上 墨内一身画过的睡帘 大约200幅左右 是世界各大美术馆 竞相珍藏的艺术珍宝 这里展示的五幅当中 尺寸最大的 高两公尺 宽六公尺 是墨内七十岁之后 数量极少的大型作品 为了展出特地邀请安藤忠雄 建造了这个低调又不平凡的美术馆 モネはこの最晩年の大装飾画というシリーズで 水田の池の光の移ろい良く 情景をたくさん描いた画家ですが そのモネの作品だったり モネが描こうとした自然の光というものを 私たちも感じたり考えたりすることを通じて 自然の光や季節や時間の移ろいというものを体感できる この地中美術館は 自然と人間を考える場所というコンセプトがあります 巨大的全白展场空間 除了自然光让人惊艳 地上鋪了約七十万棵馬賽克大理石 同样是低调纯净的白 把所有的色彩都留给木内来挥洒 日本人对美学的极致追求 由細節处就让人蛰伏 而美術館的入口处 还有种植着顺帘画作中的花草庭園 也很精彩有趣 その庭での体験をしてから この館内に入って モネの絵を見ていただくことで モネが描こうとした自然の光の移ろいというのを 実際に自分の目で見て体感して この部屋に入るという そういう体験の流れが設計されています 漂浮在瀨户内海之上 直島居民約三千人 仅等同于台湾的绿島 通过一系列艺术营造 和大势加持 如今每年七十二万人次 前来朝圣造訪 瀨尔之島 变成世界知名的艺术之島 甚至是瀨户内群島改变的起点 正面艺术的浮動 在柔軟中有让人赞叹的神奇力量